OK啊 那么这个提问呢 大家回答的呢 也还行啊 算是都还不错啊 比较满意的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来看啊 回这个支点回顾呢 其实刚才在提问中呢 也已经给大家做过回顾了 那么就不说了 OK 那么昨天呢 我们最后的时候呢 用过一个东西啊 叫什么东西还记得吧 叫什么东西啊 叫json-server 还记得吗 哎 对 这个东西里面呢 它有一个数据库 叫什么来着 叫某某.json那个文件 是不是在这里啊 就是个db.json 是不是这么这么玩的 好 然后呢 你直接启动它是不是就可以了 还记得吗 也很简单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呢复制一下 然后呢 直接放到我们今天的代码里来 OK 能看到吧 然后呢 从这里还是使用我们什么命令提示符这里啊 命令打开 然后用什么启动它来呢 叫 json 就直接写一个啊 杠 server 然后用一个什么 叫杠杠 WATCH 是这样写的吧 然后呢 指定你的什么 db.js 那么这个服务器呢 和我们写的呢 有点相似 也是能够接收请求的 只不过呢 代码不是我们写的 我们只需要给它提供一个什么db.json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文件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原来那个海德王项目是不是也是提供了一个db.json那个文件啊 OK 那专门呢 用来存放或者删除我们的数据的 OK 我们下一个回车 等等 Json 你做了吗 Json 你做了吗 Json 告 server 然后呢 告告 好 然后写一个当前目录的.db.json OK 好了 那么现在呢 都已经使用了 注意呢 这个服务器呢 默认给我们占用了一个3000这个端口 作为我们的服务器端口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也只访问他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啊 我们这个postman大家都装上了吗 装上了吗 好 如果还是装的不成功呢 我们下课再下课再给大家调一下 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也已经给大家呢 也这个这个这个演示过了 就是你可以发送各种各样的请求 是不是向这个服务器里去啊 好 我们一点击 来 这个请求就过来了 我们搜到什么数据是不是也就来了 好了 我们发的增刹改查是咱们是不是都试过了已经 对不对 增刹改查这个呢 咱们都已经试过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 请注意啊 我们在我们的VOE里面是可以使用阿杰克斯的 原生的 可以使用吗 可不可以使用 原生的阿杰克斯可不可以使用 对 我们昨天做那个真听器的是不是这个叫什么来说啊 真听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给大家做过这个原生的阿杰克斯了 还记不记得是在哪个地方来了 啊 这是服务器啊 这个是真听器啊 是不是在这里 还记得吗 这不是什么你拗的 是在真听器里面 是不是你的VOE里面 对吧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请注意啊 在VOE里面如果使用原生的 那还是很费劲的 对不对 每一次请求 你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去设置啊 OK 那么因此呢 其实我们能不能自己封装一个 可以吧 原来我们是不是也自己封装个阿杰克斯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封装起来呢 是很费劲的啊 那么因此呢 给大家呢 布置了一个预计作业 让大家预计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 啊 注意 让大家预计那个叫做Auxus 对吧 OK 对 那个东西叫Auxus OK 你看的应该是中文文道吧 是吧 有人看英文文道吗 好啦 我的英文二十几就不给你亮了啊 来咱们还是看中文的吧 好啦 那么注意啊 在昨天预计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布置作业的时候呢 我也告诉你了 说这个Auxus呢 是基于Promise的 ADP库 可以在浏览器和弄的节奏中用 那么我们的VOE 是不是在运行的浏览器的 是的意思吧 好啦 那么他能干什么呢 注意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 来看这 说从浏览器中创建什么 是不是插面 ADP request 这就是我们用阿杰克斯的那个玩意 是吗 那么也就意味着 其实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发送什么 阿杰克斯请求 对吧 那么有这一点其实就够了 剩下的这些 你看也好 不看也好 你只要能看到这一点 那就够了 也就意味着 其实Auxus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封装好的 一个阿杰克斯的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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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阿杰克斯的酷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只要拿下来 是不是可以用啊 能的意思吗 好啦 那么来 注意 我们在看文档之前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来看这里 看这里啊 说如果你要在NPM里使用 那不是 如果你在Node中使用 那你NPM装 能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是CDE 这里是不是有个地址啊 这里个地址啥呢 就是你在浏览器中是不是使用啊 我们这里这个代码 你肯定能看到明白啊 这在我们的ATM里面 加 加一个sq标签 然后有个什么src等于某一个地址 他是不是就会去下载这些代码啊 那么因此也意味着 这个地方是不是存着Auxus的代码呢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使用CDE 那你通过这个地址能不能把Auxus代码下载下来呢 可不可以 好啦 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在Node中运行 运行 OK 走一下 好啦 那么现在出来的就是这个Auxus的代码 当然了 大家还没看见啊 我也没看见呢 嘿 OK 别急啊 我从这里呢 信价里呢 我先把文件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Ouxus.js OK 好啦 还没出来吗 哎哟 有这么慢呢 好出来了 能看到吧 这是0.18.0 能看到吧 那注意啊 这些代码呢 和我们原来的这个GQ是一样的 你只需要把它干嘛 CtrlA C 复制到你的当前的这个目录中来就可以了 这个文件中来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能看到吧 能不能能不能够 明白 好啦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Auxus是不是实际上已经下得下来了 好啦 那具体咋用呢 来注意 咱们继续往下看 来 人家呢 没有告诉你到底怎么玩 然后呢 这里呢 直接给你一个例子 对吧 别的呢 都没说 来 直接上什么呢 说执行一个什么 就要GET进行 该的进行怎么执行的呢 来看这里 说Auxus.js get 完了之后呢 这写什么 这就是很明显是地址 然后后面来一个什么呢 叫DIRZEN 然后Function 这什么 叫Response 这个Response 什么意思呢 啊 这不是响应吗 对吧 这是不是响应啊 啥意思呢 注意啊 你看这里 它是不是Concel Log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Cache 什么Error 能看到吗 注意啊 你看这段代码能不能看明白呢 你能不能看明白呢 说白了啊 注意啊 你就蒙一蒙 我觉得你大概也能蒙的对 啊 它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用Auxus 发送了一个GET进行 人家不告诉你了 执行GET进行 那这个GET进行在我们的浏览器里实际上就是阿尼克斯的GET进行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GET进行的时候 他向哪 请求谁呢 请求的是这个地址 对吧 请求的是这个地址 那么如果有数据 请求成功了 服务器返回数据来了 那么我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个什么 执行第二阵 如果成功了 好了 电用这个谁啊 Function 回来函数 那么 服务器给你返回的值呢 在这里啊 响应的数据嘛 Response 能看到吗 注意这个Response 实际来说啊 它是一个对象 有关于这次响应的所有数据都会给这个Response 能理解吧 OK 好了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 那咱们具体要打印出来看一下才知道 然后再来一个第二什么 开始 注意 来 我问一下 你先不看这些代码 第二开始这个玩意 就是开始这个单词 在我们的GET的代码里边 语法里边 你遇到过没有 没有吗 你再想不不不 try 开始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没有 try 开始讲过没有 没有啊 没有也没关系 OK 那注意 来 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概 try 开始什么意思 注意啊 我们的代码在执行的时候 tr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试一下 能理解吧 开始什么意思啊 开始什么意思啊 就抓住的意思 英文单词嘛 单纯的含义 英文单词 是吧 好了 那啥意思呢 请注意啊 try 开始这个东西 叫 try 试一下 行不行 如果不行 开始就执行 能理解吗 如果行那就行了 如果不行就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以后 抓住它 能不能明白 就这个意思啊 当然了 这个语法呢 大家还不知道是吧 没关系啊 来 我给大家写到这里 好 我新建一个文件 呃 来一个 test.js test一个文件夹 我先新建一个文件啊 咱们做一些补充支点 新建一个文件夹 test OK 好了 来 现在呢 来注意啊 因为大家呢 还没有讲过这个 try 开始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用到开始了 当然了 那我先说一下啊 这里的cache 和那个try 开始有点类似 但是不一样 能明白吧 我只是想问一问 有没有在其他地方遇到过cache 结果没有 那我就讲一下 好吧 OK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cache try try.js ok 好了 那么现在啊 这个try 开始到底啥意思呢 大家注意 我这么写 try 它是这么个 我也不 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讲 我直接找到我们的手册里 这样的话呢 更全会一写 是吧 好 接四 Java script 基本语法 我们去找到try cache 快速入门这个地方 基础知识 我们找一下 哎 哦 这个地方 ok 来看一下 注意 来 这个地方 注意啊 那就 这就证明不是我蒙的啊 我给讲的是有依据的啊 来 手册里边说的啊 try cache语句 能将引 能将引发错误的代码 放在try块中 并且对应一个响应 然后有异常被抛出 有异常被抛出 什么意思呢 来 往下看 这里啊 这里啊 看着try是一个括号 大括号 能看到吗 这里是try什么stems 能看到吗 这里是需要被执行的语句 啥意思呢 就是你想干什么 你就放在这个try里面 就试一试 能不能这个语句执行成功 能了解吧 如果要是不成功 好了 注意 开始是一个可选的 注意 开始语句是可选的 如果这里 注意 如果不成功 看这 如果在try块中里面有异常被抛出时 那么注意啊 比方说是执行的语句 啥意思呢 就是这 在这 能看到吗 能不能看到 就他没有执行成功 到底出现错了 出现了什么错 注意 出现了什么错 ok 在catch里面去执行 能不能明白 能这意思吧 在catch里面把这个异常或者把这个错误给他获取到 获取到 能明白这意思吗 ok 那么除了try cache呢 这个含义呢 注意这 try语句呢 包含了一个或多个语句中的try块 那么和至少一个catch子句或者一个 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 叫finally 对吧 finally子句中的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坚有 那么下面是三种形的try cache 注意这是try的声明方式 也就是说呢 注意你try cache也行 tryfinally也行 或者他们一起使用try cache和tryfinally都行 能明白吧 含义都差不多的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看那儿 当使用单个无条件catch子句时 就是没有条件的 无论如何他都去执行的 那么抛出的任何异常都会进入到catch块 注意 异常或者是错误都会进入到 这个这个catch块的 能明白吗 那么注意啊 读到这儿 咱们其实呢 就已经能明白try cache到底啥意思了 try是执行一个语句到底试一试行不行 能明白吗 如果有错了好了 开始执行 能不能明白的意思 能不能明白的意思 就是try里面的语句如果有错 那catch去执行 能理解吗 那到底什么错 注意 例如在下面的代码中 如果发生异常 那么控制转移到catch子句中 注意 如果有错误了 那个错误怎么进去呢 在catch里面你需要加一个行参吧 类似的 行吗 进一下这个前面语句执行的时候的这个错误的信息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能理解吗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注意 借助于这个 咱们也来试一下 我直接来刷一个这个玩意 能看到吗 然后给他来一个concel log 然后来一个变量 能理解吗 然后底下写一个什么来着 叫catch catch 然后呢 注意这里有个括号 注意 用一个任何一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行参类似于 能理解吗 你接一下就完了 能不能明白 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有了他呢 我也这样concel log 答应这个一样啊 ok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这一句话出错了 那么他就执行 能不能明白 好了 来 咱们呢 直接在GS里面啊 我这里命令提示服众 打开 好了 从这里 我用node去执行一下 当然了node和627的语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都能执行吧 ok 来 走 来看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 说a is not defined 注意这一句话谁答应的 开始执行的 好了 把它注意掉 能看到吗 什么都没有啊 能理解吗 好 走 再来 注意啊 那这个时候 你说他会不会打印出来呢 不要急 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走 来 有没有 有吗 没有 但是 注意 这句话执行了吗 注意 执行了 注意 穿里面的 不管有没有错 他都会去执行 因为他试一下 能不能明白的意思啊 注意 这和我们正常的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异常捕获 啥意思 如果你要不写try开始 请注意 我直接给你来一个conserlog 来一个a 注意 现在会不会报错 我要运行 会不会报错 肯定会 而且这个错误是不是和他是一样的 这个错误 注意啊 也就是啥意思呢 如果你不写try开始 默认情况下 请注意 所有的错误全部都通通打印出来 有什么错 展示什么错 能理解吗 那么如果你要用了try开始啥意思呢 就是如果有错的情况下 我可以干嘛呢 给你补货 那么也就说 这个错误到底是展示还是不展示 怎么展示 如何处理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在开始里面 你想怎么干怎么干 能理解吗 所以try开始这个东西叫做异常捕获 或者叫捕获异常 能不能明白 就比如现在 来注意 我还是那个 还是举这个例子 现在这个a变量有没有 雅各就没有 他是不是应该报错才对 但是注意 他的错误会交给谁呢 不是直接打印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直接打印 注意 如果用了try开始这个这个语句 请注意 请注意 如果用了try开始 即使try里面有错误 他也不会直接去把这个错误给你展示出来 也不会去处理 系统不会处理 那么 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把这个错误交给cash 能不能明白 交给cash 那么交给cash了 那这里面的代码注意 这里面的代码 你想怎么玩 怎么玩 能不能明白 比如我这个地方可以这么玩 啊 随便玩嘛 我这个地方给你啥呢 写错了 小伙 是吧 写错了 小伙子 哎 好了 保存一下 能看到吗 那么这个时候来看这 我再去运行啊 再执行 走 来 现在打印了什么 是不是写错了 小伙子 能理解吧 他还打印那个什么 A is not defined的吗 不打了吧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错误由我接到了 有程序员接到了 在cash里面 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能不能明白 那么此时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正确的情况下呢 来注意 vr 我们给一个a 等于2 能看到吗 那此时这个2边有没有 有 那这个错误还有没有呢 错误是不是就没有了 来注意答应 来看这是不是2了 那么cash的会执行吗 注意是不会执行的 能不能理解 好了 所以说 try 开始这个东西 来 我们先给大家讲个主事啊 try 注意 里面的代码 里面的代码 会去 注意一定会执行 你放心吧 一定会执行 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 注意分为两个情况了 一个在执行的时候有错误 出错了 意外的 能理解吧 第二个情况就是没有错 能不能明白 好了 注意 如果 try 代码块里面的内容 代码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错误 如果 try 代码块 代码 执行 执行 出现错误 或者出现错误 错误 或异常 行吧 或异常啊 那么请注意 如果这种情况 那么 立马将这个错误 传给交给 开始处理 能理解吧 将 将错误 不是啊 那么 那么错误不再 注意啊 是不再由系统处理 原来你看到没有的话 是不是我们直接这个地方打印 他是不是就直接打印出来了 这个错误的处理 是系统给你打印出来的 不是你打印的 能不能理解 那么也说 错误不再由系统处理 而交由谁呢 交由我们开始处理 而交由 而直接将错误信息 直接 直接交由 开始 处理 OK保存一下能力了吧 如果有你代码成功执行了 那就不用说了 开始就不执行 能力了吧 好那么在这里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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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中没错 没有错误 那么 catch不执行 注意是catch不执行啊 我先看下 OK保存一下能力也了吧 能不能明白了啊 OK好了那么这是try catch这个东西 下一个那个 开始 下一个 第几个 哦这里多了个c是吧 好保存一下啊 好了能明白了try catch什么意思了吗 好了那么注意啊 这个我们在下面现在回个图来啊 回个图来来找到我们的奥克索斯这里 那注意这里是不是有个底刃 完了底刃 卡上 注意他这不是try啊怎么回事呢 注意啊 这个和我们的promise有关系 promise也是这样的 注意我们还没讲promise啊 我先告诉你promise也是 然后如果成功的话 他会执行这个z 如果失败的话 有错误的话 会执行catch 能力吧 那promise能干什么呢 promise做的就是注意 promise这个东西是一步 它是来控制一步的 如果一步成功了 那么z就执行 如果一步本身失败了 catch就会执行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好了所以接下来 请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好好的学习August 到底应该怎么用 到底代表什么含义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怎么样 先去学promise 能力吧 ok明白了吗 好了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promise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